政府百日新政活动 人潮汹涌 不止引发了防疫 破口忧虑 再度被人批评 双标执法 医药协会主席 孤家财就与代调侃的质问政府 推高确诊病例 是不是政府下一个百日绩效 因为官方这边禁止宗教游神庆典 那边却又举办千人活动 那除了医药领域 在野党议员也趁机开炮 其中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 就与这一场千人活动 对比沙拉月选举的严谨防疫 限制狠批政府滥权 促请首相道歉 新冠编译毒株Delta和Omicron的双家攻下 我国疫情依然严峻 不过就在政府有意 禁止大把森节游行 和若福古庙游神的节骨眼 政府却一连四天 举办千人百日新政活动 现场人头传动 借引发防疫破口紧究 也让人质疑 这是不是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呢 其中大马其要协会主席 孤家财就发文嘲讽政府 推高新冠病例 是不是政府的下一个百日绩效呢 他更措施强烈的批评 国家正面对Delta和Omicron变异毒株 但政府却似乎还在努力捞取政治宣传 接着他还调侃说 政府这边禁止宗教 或抗疫物价上涨等游行 但那边却又举办大型活动 似乎在告诉大家 病毒是选择性感染的 除了发表声明 顾家财接受自由今日大马访问时 也替卫生部和其部长凯里感叹不值 认为他们已经竭尽所能抗疫 但其他部门却呈老鼠屎 没有全面配合 除了孤家财 抗疫期间时而发表看法的 俄科资深顾问阿玛辛 也在推特图文并茂 横批政府的百日新政活动 是病毒超级散播平台 将会让过去两年所有的抗疫讯息和工作白费 而人们似乎没有从中学习到什么一样 至于在野党也不会默不吭声 林建香就把矛头对准 首相拿都斯里伊斯曼·沙比里 和他率领的内阁 也将把日程计单化作失败和虚伪 他还表明 与举类似活动 显示首相并未真正意识到抗疫的重要 而这也将使到我国没有办法战胜病毒 他还话锋逆转 以沙拉越选举作为对比 抨击政府滥权 更要求首相向全国人民道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